影片内容请参考时间目录哦 全联PizzaPay的游乐场 最近新增新春抽红包活动 使用100福利点可以抽一次 最大奖8.8万福利点 大概相当于台币8千多块 将近9千 那最小奖只有8福利点 抽到这个等于现赔9.2元台币 然后额外加码的奖品 就不用去理他了 应该是不会中奖了 那今天我年轻不懂事 抽了16次 原本是以为就算没有中大奖 应该不会赔得太惨 但事实上我差不多赔光所有福利点了 什么毛都没有赚到 然后来看试算表 总共抽了16次 有11次是抽中这个8奖 只有8点 几率大概将近70% 那有5次是抽中这个 88点几率大概31% 那6奖以上的大奖 通通都没有抽中过 所以换算下来的话 抽16次会赔大概1千的福利点 就是将近台币100多块 三个便当钱 接下来看这个全联的官方网站 他们有把几率都写出来 在这边 像是这个8奖 名额是40万份 那中奖率是58% 然后来看 这边我自己16次的几率是大概68% 那因为我运气很倒霉 都没有抽中这个 所以我赔掉三个便当 然后来看这是根据官方公布的几率 然后换算下来的结果 那这张表格基本上 我们只要看前面 六七八奖就够了 六奖的中奖率是11%而已 11% 那你六奖的话 至少要中 要中很多次 才有可能把成本打平 所以这个游戏基本上来说 它注定是一个会亏本的游戏 就是玩家会亏本 比方说 它全部的奖项数量是68万嘛 那你花6800万去玩的话 6800万的点数 去玩的话 你最后会获得4500万点 那换算台币 你就剩下450万 你花了将近700万 最后获得450万的台币 这就是这个游戏玩下来的结果 那但是 每个人运气不一样 有的人运气好抽一次 还是就中这个8000多块台币 那当然就不一样了 所以 基本上厂商已经告诉你几率了 那你还要玩的话就 赔钱就要自己有觉悟 赔钱是正常的 那赚钱是 不正常的 好那以上就这样子了 拜拜 接下来要开箱这个 全联的经济便当 在下午1点的时候 它会贴这个折价券 电源会贴35元 那原价是60块 非常的不便宜 59啦 然后打开来看看 因为大概放了三个小时吧 所以它看起来会有一点那个 干干的上面干干的 但我觉得很好吃 豆干很香 它卤的有入味 然后 香肠是半片 嗯 也很好吃 然后卤蛋是这样子 半片 嗯 也是卤的有入味 然后我最喜欢的 其实是它这个 这个应该是酸菜吧 还是酸 还是叫榨菜 我很喜欢它的味道 这种酸酸的味道 配白饭非常好吃 那其他的配菜就 只有 只有一点点而已 还可以 因为放比较久了 是还有脆脆的啦 但是 并没有说特别好吃 所以这个便当35元刚好 卖59元的话 应该 正常人不会想去买 你可以有更多更好的选择 然后再来 我一餐吃这个大概 算六分宝吧 所以我要再搭配一个 我很喜欢它们的鱼饭团 原价25 那这个是 到今天过期 已经放了两天的饭团吧 我是第一次吃它这个 外面还是酥酥的 嗯 味道还是一样好吃 你喜欢吃这个 嗯 好吃 然后要来开箱这个 全联的 买一送一的 凤梨世家 这一颗是 59元 然后拿到柜台结账的时候 它会再送你一颗 这是昨天单日限定 昨天才有送 今天没有 然后 打开来吧 这样 这一颗 嗯 一般你要看地头 那个 看它有没有熟的话 就是 摸摸看 这一颗有点软 又不会太软 到底有没有熟 我也不确定 那如果没有熟的话 你就要把它放着 放到它熟 然后来秤重量 看一下 59元 大概一台金重 633公克 然后另外这一颗的话 这一颗是柜台送的 柜台送的这一颗 呃 外观看起来就比较小 然后有点硬 所以要放几天 柜台送的是 468公克的 所以它买一送一 其实 应该说是买大送小 那这一颗摸起来 这样是有点软 但是 又好像不会太软 然后这一颗 诶 这一颗 外面是有点点软 可是 呃 它到底有没有熟 我觉得 还是算了吧 明天再开箱 再放到明天好了 今天感觉 好像不够软 好 时间过得很快 现在经过了一个晚上 那 呃 我听说是从头部这边开始 头这边已经摸下去 凹下去了 那它的手是从头部一路 延伸到屁股 那像这样 屁股这样压下去 也是软软的 那它这个 看这边应该是不转 你就是 压外面 这样软软的 这样就已经 已经快要熟过头了吧 然后 切开来 手要小心喔 很好切 那里面这边已经出汁了 呵呵 那 呃 先对等的切 这个芯已经 很软 嗯 然后 直接吃吧 嗯 很好吃 非常好吃 嗯 太好吃了 买一送一这样子 非常划算 好 那就这样子咯 拜拜